B3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你要稍微調一下位置就可以 比如說我今天以B12當成是基準 那它回傳回來是2,因為B是第二欄 所以刮弧之後你要減掉多少呢? 減掉1,因為它2嘛 你減1之後就會取得是兆 那如果你現在按確定之後呢 由1列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有沒有低劣到許分,可是你往下就有問題 所以接下來我要做哪些動作呢? 一樣低劣不會有問題,再來做底下的 那你會思考說,第一列不用加上那個20的倍數 可是第二列就要加上20的倍數 第二列加20,第三列加40 那你要怎麼去組這樣的一個邏輯 就是加上 加上什麼呢?加上這個 再來就是Raw 那我們基準的刮弧,基準的話呢 不然就以這個前面這個當基準 A13好了 那我們是以13列當基準 所以呢,刮弧之後請你把它減掉多少? 減掉13 因為第一次就是不要乘上20的倍數要0 那這個地方請你把它在刮弧前 刮弧之後的話呢 那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20 因為你第13列的時候是把自己扣掉就是0 可是你第14列的時候呢 就變成14-13 那就是以1乘下20 那就20 15列的話呢 就是變成40 以此類推 這應該可以理解了 OK之後按確定 然後呢也是一樣向右 再來向下 他就乖乖聽話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想各位再試試看 所以上面的部分呢是 由上到下 然後下面的部分呢是由左到右 把這部分先試做出來 然後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再試試看